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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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其實在前面的五六天 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的狀況 我們的中國國旗都還是掛在主辦單位上面 所以在匈牙利這邊大使館 可能覺得台灣的國旗是掛在那裡 真的對他們來講很難看 所以他們一直不斷地跟主辦單位來施加一些壓力 希望說能夠把我們的國旗拿下來 其實主辦單位的壓力也很大 雖然他們跟台北艾越的合作關係已經很久了 可是到最後一天 最後一場表演之前 他們也是跟台北艾越說 因為那個中國大使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強勢 要求他們要把中華民國的國旗下來 那可是當然他們也是暗示就是說 台北艾越說有意外的法式的表現 因為他們是好朋友 所以也有這樣的一種默契 所以台北艾越想出來說 那我們就直接拿我們的很大一面 他們都準備好了 因為他們以前被打牙過 所以很有經驗 所以他們就拿了很大一面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上台 在演唱的時候在前面亮出來 而且私底下還跟包括其他國家的參賽的隊 包括日本、義大利等等 跟他們講他們也是為台灣笨笨不平 那台北艾越還帶了很多小國旗 所以台下那些其他國家的參賽隊 我們看到中國這樣一個阿法的一個行徑 所以他們當我們表演完之後 他們也舉了我們的小國旗來 一直高盤台灣、台灣、台灣 這麼樣一個單純的音樂的 而且是一個民間團體舉辦的活動 怎麼可以讓中國駐匈牙利的大使館 直接把那隻手伸進去主辦單位 要求他們把我們的國旗撤下來 甚至於打壓我們的表演團 我們也會透過管道 來跟匈牙利政府做這樣的一個翻譯 對這又是中國的他們駐外的大使館的 又一次的一個戰狼外交的展現 那我先簡單說明一下 這個台北艾越合唱團來匈牙利參加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叫做坎特穆斯的音樂節 它是為期一週一個禮拜的音樂節 其實已經行之有年了 那其實台北艾越來過好幾次 他們跟主辦單位的關係也都非常好 就像好朋友一樣 那其實在上一屆的時候幾年前的時候 其實中國就有一些中國大使館在匈牙利 就已經有開始出手干擾 要求這個主辦單位不能掛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國旗 其實幾年前就已經不是第一次 那台北艾越也不是第一次面臨到這種狀況 那這次台北艾越來其實就先來我們代表處 我特別接待他們 我們跟他們交換意見 那我也特別提醒他說 我們歡迎他們來這邊為台灣爭光等等 那因為這個嘉年華的包含表演跟比賽 合唱比賽大概為期一個禮拜 所以我特別還派我們駐匈牙利代表處的同仁 加上我們匈牙利的僑領 特別到那邊去 協助我們的台北艾越 看有沒有一些需要幫助的地方 其實在前面的五六天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的狀況 我們的中華民國國旗都還是掛在主辦單位上面 可是因為那個嘉年華非常有名 吸引了全世界蠻多人隊伍的參與 吸引蠻多的一些報導 所以在匈牙利這邊大使館可能覺得 台灣的國旗一直掛在這邊真的對他們來講很難看 所以他們一直不斷的跟主辦單位來施加一些壓力 希望說能夠把我們的國旗拿下來 那其實主辦單位壓力也很大 雖然他們跟台北艾越的合作關係已經很久了 可是到最後最後一天 最後一場表演之前 那他們也是跟台北艾越說 因為那個中國大使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強勢 要求他們要把中華民國的國旗拿下來 那可是當然他們也是暗示就是說 台北艾越說 你可以用一種另外的方式來表現 其實他們是好朋友啦 所以也有這樣的一種默契 所以台北艾越就想出來說 那我們就直接拿我們的很大贏面的 他們都準備好了 因為他們以前被打牙過 所以很有經驗 所以他們就拿了很大贏面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上台 在演唱的時候在前面亮出來 而且私底下還跟包括其他國家的參賽的隊伍 包括日本啊義大利啊等等跟他們講 他們也是為台灣糞糞不平 那台北艾越還帶了很多小國旗 所以台下那些其他國家的參賽隊伍 看到中國這樣一個阿拔的一個行徑 所以他們當我們表演完之後 他們也舉了我們的小國旗來 一直高喊台灣台灣台灣 有點像是在巴黎奧運那樣的一個場景的重現 被我們的僑胞在會館裡面 只是做海報 就被一些看起來像中方人士給搶走 所以我覺得這種事情是有一種連鎖效應 可是我想我們除了說我們在出國 不管是訪問或是比賽這些台灣的團體 自己都知道要怎麼樣的方式 變通的方式來捍衛我們的國家 捍衛我們的國旗以外 那其實他跟我們的駐地的代表處 也都做很好的協調 我們甚至於都還跟我們這個台北艾越建議說 需不需要我們修羅利代表處出面 來跟主辦單位來協調 可是因為台北艾越他們說 他們跟那個主辦單位已經合作很多年 而且那個主辦單位也曾經到台灣來表演 他們希望這樣的友誼 是可以找到一個比較 雙方都比較不會太為難對方的一個方式 所以其實在一個默契之下 那我們也尊重台北艾越這樣的決定 我們就不由代表處出面來跟這個主辦單位協商 由他們進行這樣一個溝通 不過我們也都知道台北艾越做的做法 我覺得這樣一個方式 有保護了我們的國家的尊嚴 但我們之後我們還會持續來跟匈牙利政府反應 就是說這麼樣一個單純的音樂的 而且是一個民間團體舉辦的活動 怎麼可以讓中國駐匈牙利的大使館 直接把那隻手伸進去主辦單位 要求他們把我們的國旗撤下來 甚至於打壓我們的表演團體 我們也會透過管道來跟匈牙利政府做這樣的一個反應 所以其實大使剛剛在您分享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知道過去好幾屆 中國也會做這樣子出手的動作 之前他們的可能是做到什麼樣子程度呢 我想中國大使館有幾種做法 一個當然是要我們把國旗撤下來 絕對不容許我們的國旗出現 那退而求其次如果說主辦單位還是堅持的話 他們是希望說把中華台北奧運的會期放上去 可是這只是一個民間奧運模式 有它特別說在國際的奧運的相關的體育賽事 這是一個民間的音樂的一個合唱的比賽 其實沒有必要這麼樣的把它犯政治化 所以其實幾年前那一次其實 中國大使館就已經有施壓這個主辦單位 所以為什麼那個台北愛樂也很有準備的 他們都知道說預防這種狀況 當然他來我們代表處 我在歡迎他們的時候 我也跟他們提醒說 如果什麼需要代表處出面幫忙協調 我們也願意協調 只是說他們覺得他們現場的決定是說 要跟主辦單位來做一個討論 然後做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的同仁我們也都尊重台北愛樂的一個決定 大使最後跟您請教吧 其實像中國在各個國際上 只要是能見度高的 他一定會對台灣出手 那其實在我們目前 就是在宣亞利這邊駐地的狀況來說 這個情勢是有越來越嚴重的嗎 因為這樣子 匈牙利政府跟中國其實是關係是蠻親近 特別在經貿這方面 所以某種程度上 你落實到一些民間的一些活動的時候 特別是有台灣的團隊來參加的時候 其實他們自己就會先感受一下 現在目前匈牙利跟中國的關係 有的搞不好會先自我設限 有的是中國大使館直接要干涉的時候 他們就不敢抗拒 不過我強調 這次這個台北愛樂是一個例子 可是我們也有同樣的 我們在接待台灣來宣亞利參加比賽的一些 其他的台灣團體的時候 是沒有沒有面臨到這樣的問題 比方說不久之前 台灣有一個國際模型的大賽 有一個國際模型大賽在宣亞利舉辦 那台灣也有派了那個 那個模型的那個隊伍來參加 我們還得了好幾個金派獎 那場比賽也是一個民間的活動 可是中國大使館就沒有伸手進入干預 所以其實是要看 是什麼樣的一個活動的性質 我並不是說每一個台灣的團體 來這邊做表演或是做比賽 都一定會受到干預 其實不見得是有 可是只要是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我們也會提醒我們台灣來的團體 或者是表演的工作者 要注意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真的發生被打壓情勢 我們的外館絕對會介入 而且跟駐在國或主辦單位 來表達我們的一些關切跟抗議 嗯 了解 那想跟你請教一下說 目前這件事情在駐地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些媒體效應 或者是說當地的社群 大概是怎麼討論的呢 沒有 我們有在密切的觀察 不過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到有什麼樣的一種 不過我們只能看到現場那個狀況 其實現場參加了 包括其他國家的那些團隊 是站在台灣這邊的 不然他們不會說一直喊著台灣台灣 而且我們的那個台北愛樂的 少年跟兒童的合唱團 還得了金牌獎 還有最佳指揮獎 我剛剛才頒發我們那個賴清德總統 跟蕭美琴副總統 這樣一個總統副總統的賀電給他們 一方面也是獎勵他們 二方面也是肯定他們 這次在匈牙利這邊的一個表現 為台灣爭光 而且不為中國的一個蠻橫的打壓 了解 好 謝謝大使 那個照片的話 我可不可以跟您要一下 就是我們可以在新聞裡面做一些露出 就是說其實大家都 我待會選一些照片給你 好啊 謝謝你 感恩 好 包括我把賀電給他們的執行長 照片給你 好不好 好 沒問題 謝謝 謝謝你喔 辛苦喔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